肋道堵塞的原因 张华 西安市第四医院 眼科 主任医师 肋道主要是肋点 肋小管 肋囊 完了到鼻肋管 排出肋液的一个通道 这个通道如果不管是任何原因 任何部位的阻塞 它都会造成一肋 有的人就是说有肝炎症 它也会造成肋道的阻塞 肋道阻塞如果要阻塞上半部 肋小管和肋肿管这块 一般我们就采取打激光治疗 如果要是阻塞到鼻肋管 就是鼻子和肋囊之间通道这一块 我们可以采取手术 鼻子有炎症的话 或者是鼻子有鼻中隔偏区 鼻炎这种病人 也会造成肋道的阻塞 造成肋囊炎这些症状 专家提示 一、肋道主要是排出肋液的一个通道 二、任何原因导致的任何部位的阻塞 都会造成一肋 三、如果阻塞上半部一般采取打激光治疗 四、如果阻塞鼻肋管 可以采取手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